严妮确实不错可惜的是年龄,杨军晶也很好,就是伤病缠十四至二千零十九。 天行剑,君子已自强不息。 排球队伍中的每一个位置都十分重要,只有各司其职才能更密切地配合。 主攻负责主要进攻,在球队中的位置至关重要,但副攻的作用也十分突出,而副攻却很少有人注意到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女排的四大最美副攻,她们实力与美貌并存,曾为中国女排立下汉马功劳。 严妮名谋好尺,美丽动人。 北京奥迹会第一年后进入国家队,在郎平指导下曾获得2015年女排世界杯冠军,随后出征里约奥运会拿下冠军。 严妮移动和拦网这方面较为出色,是一个技术较为出色的辅工。 严妮身高192厘米,十分高飘,一双大长腿更是迷人,拥有令人十分羡慕的鹅蛋脸,眉毛弯弯,眼睛大而亮,笑起来甜美可爱,具有亲和力。 杨俊青给人一种秀美温婉的感觉,面容轻利。 但他球锋锋利,是有名的暴力复攻,在球场上刚打赶拼,速度灵敏,反应迅速,如同一头敏捷的豹子。 这样的反差更加迷人。杨俊青爆发力出众,是国内罕见的力量型复工,并且比较全面。 在2011年的世界杯中,杨俊青就曾在与萨尔维亚的对战中为中国女排立功,展现他惊人的爆发力,扎实而全面的技术。 袁新月,是十分年轻的复工,潜力巨大,于2013年被郎平挖掘,一举成为中国女排最具夺目的新星。 被认为是排球天才的袁新月,长着一张娃娃脸,十分可爱呆萌,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。 袁新月身高出众,将近两米,是现役女排阵容中最高的球员,也是中国女排未来的期望。 如今的袁新月在郎平的指导下,正茁壮成长,在技术上突飞猛进,渐渐朝全面型复工的方面发展。 张小雅,今年25岁,身高1米89,留着短发,十分帅气巨朗,具有一种另类的美。 张小雅,张小雅,拦网和卑菲方面突出,又十分聪明,耐力极佳,又能够吃苦,在全运会后,被选入国家队,曾经随队出征世界杯。 张小雅,张小雅比较内秀,低调,性格温柔,但人和善。 2014年在天天向上上亮相后,网友纷纷表示爱上了这位帅气逼人的复工。 这四位复工都是中国女排中极为出众的人物,不仅积极努力,技术了得,还美丽动人,个性鲜明。 他们用汗水为中国女排立下战功,值得让人歌颂和铭记,特别声明。